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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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撤退 保住当时国民党陪督重庆 近百战斗 战果自明 引起洛军极大重视 金门战役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孙丽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后赴美留学于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 毕业获理学士学位 后又考入弗吉尼亚军校 毕业考察英 德 法 日等国军事后回国 任军于水井纵团 1937年 孙丽人率部参加松户抗战 在运藻邦一线的祖祭战中身先士卒 富商十三处 四年商运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 两次立下战功 从此便在军舰展露头角 1941年底 蒋中正将睡井总团改编卫新三十八师 由孙丽人为首任师长 立即奉派赶抵缅甸巴默 且就被日军包围的英军 经过苦战 孙武以布满一千的兵力 击退数倍于己的敌军 救出近十倍于己的友军 曾轰动全球 使孙丽人举世闻名 英皇特授予他帝国英雄勋章 美国政府也为他颁授了丰功勋章 1943年10月 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大举反攻 孙丽人的新三十八师攻势力 历时两年的第二次免战中 共击毕日军三个连队长以下三万三千余人 商日军七万五千余人 因迪克强敌屡舰战功 当时的国际舆计赞誉 孙丽人为东方的龙梅尔 王耀武 蒋介石王牌部队第七十四军主将 黄浦三七毕业 蒋介石称赞王耀武善于带兵 有指挥才能 识人有宁碰眼啊 莫碰老王之位 王耀武精明强干 头脑清晰 被中共高级将领 称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 是国民党军在八年抗战中最能打的虎将之一 廖耀湘国军虎将之一 而他的战绩主要体现在印缅远征 要知道国军重要将领大多是黄土前四七 而廖耀湘以第六七这样浅的资历 后来成为领军大将 又做到兵团司令 这是在军界一属 1942年 廖耀相帅二十二师 远征缅甸与新三十八师密切配合 二进野人山 占领了胡汤河谷 攻克渔邦 夏孟冠 攻占马鲁班 在整个缅甸反攻战役中 新二十二师给日军王排十八师团毁灭性打击 歼尼2000有余 一许1942年 初年兵半野人山的耻辱 缅北反攻胜利后 第十四师和第五十师 空运来到缅北反攻的前线 出印军货为两个军 和加上新二十二师组成了新六军 廖耀相任新六军军长 随后攻克巴默 南砍 盲势 打通了遍染鲜血的滇缅公路 此时 抗战已接近尾声 新六军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国军装备最精良 兵员素质最高的一支王牌军 关林征千里居士的首任师长 用兵一文 准 很著称 生性傲爱 由陕西冷麻之城 1939年秋 关林征升任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 代行总司令职权 只会陆各军坐镇湘北 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 凭借柏陵防线迎击进犯湘北的日军第六师团 由战功赫赫 他升任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纪公义等官室黄浦将领中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 第二人 1939年8月4日 胡宗南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成为黄浦系学生的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 他年方三十四岁 罗卓英式蒋介石得力大将 也是一位抗日名将 抗日战争时期 率部先后参加了松户会战之罗殿争夺战 南京保卫战 武汉会战 南昌会战 上高会战 长沙会战 仁安枪大捷 平马纳战役重大战役 历任第十六军团司令 国民革命军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南京卫战 副司令长官 武汉卫战 总司令 兼第五兵团总司令 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 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